早早早早 大家好 早早早早 早早早早早 沙发沙发沙发 恭喜恭喜恭喜 恭喜恭喜 好啊好啊 早上好晚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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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棒了 我这是赶快锻炼 刚才我看到有这个推友 就我看到楼下有人没有啊 就我看一眼啊 没人 没人 今天不用说龙虾了啊 没人没人啊 龙虾三分治 今天没人了 大家好啊 这个赶快锻炼尊敬的推友们 尊敬的微友们 尊敬的微博的朋友们 所有支持的文贵 大家好啊 文贵的朋友们 哎呀 真棒 真棒 哎呀 真想大家 我这直播上瘾了 这几天不上吧 还感觉不舒服 这我现在知道当网红为啥有上瘾了 这都脱衣上 为了上网红 还真有瘾 哎呀 他老不上还真不行 我也想给大家喝点啊 今天这样啊 这个我主要是这个很多朋友啊 这个说这个你上上吧 说说话吧 这两天时间太短 这个特别是 我的另外一个telegram都爆满了 都爆棚了 我那iMessage 我一看六千多 绝大多数就是担心的啊 有的人这个 这个录了那个家的人担心我的视频 老人录了那个小视频 担心我啊 祝福 让文贵真的是感激不尽啊 感激不尽 非常非常的感激 这个没法形容的感激 真的不知道该怎么 不知道该怎么说好 那么再一个 有很多这个朋友呢 关心这样那样的热点的问题啊 这些热点的问题啊 这个都是网上的各种谣言啊 这个 所有的推友们 微友们 朋友们 大家要记住啊 所有关于文贵的谣言 从我回看 过去三年 从什么这个文贵的资金链断了 我涉及令计划案 周永康案 许才后案 然后在意大利被遣返 法国被遣返 然后王岐山到美国要遣返我 伤前我 习主席防伪遣返我 然后呢 我在中国杀了日本人了 然后呢 听说我在英国又怎么糟了 这些谣言就来自两个地方 财新杂志 博讯网站 就是一尾史 史诺 还有现在癞蛤蟆李 还有这个胡叔李 还有背后就盗国贼们 就这些人的所有的这个出处 出自何处 大家都应该清楚啊 所以说呢 大家一定要记住 往回看三年 他们有一句话 有一个谣言都站得住了吗 还有那个什么鞋剪绳 什么整解铺啊 现在他自己都说了跟我没关系 他不是认识我二十年吗 他不是说跟我老朋友了吗 你再回头看看这些 这简直都是 垃圾都不能再垃圾了 所以大家要明白 谣言都出自一个地方 来自一个盗国集团 盗国集团的小贼们 小喽啰们 小狗屎们 往下冲 你最后盗国贼们连屁都不崩你 啥都不会让你得到 他们还往前凑呢 然后这些黑帮之间互相许诺 我这赢了 我在郭文贵那儿 能拿到多少钱 他分多少钱 就这个游戏 大家千万记住 郑介普这个人在这个天津 叫皮钱生全家被抓 周本顺全家被抓 几千个天津公安政法干警 都死在这人手里面 所有的华太都是国营的股份 然后他又许诺了这个天津的京警 这些人也都进去了 然后他又骗了这个 谢建生又往上冲 然后现在什么连贯就往上冲 这都是一种流氓许诺 这种黑道行为 互相欺骗 这个现在人连西方都看不惯了 搞那什么新闻记者招待会 这都成了丑闻了 哎呀 大家千万别跟着他们的步子走 现在呢 我有几个啊 因为我看到李洪宽先生啊 这个做的节目里边 还有这个宝胜先生做的节目里面 还有赵岩先生做的节目里面 以及这些大姐们 姐妹们做的节目里面 这个谈到了很多关于郭文贵录音的事儿 我再次澄清几个严肃的问题 我澄清的问题 我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我也希望推友们能监督文贵 说实话 办实事儿 严肃对待推友的承诺 这对大家都好 第一个 关于王彦平的录音 啊 关于王彦平的推特 关于于勇的推特 关于什么我女儿的推特 关于我太太推特 我在此重申 所有的都是假的 全是盗国贼和韦史和史诺和赖哈马里 这些人搞的 啊 希望大家要记住 那些全都是假的 这是第一条 第二条 我再告诉大家 所有的那些录音 百分之九十都是剪辑的 或者是 没有那个林一夫说那个 那么准确 九十九和九十 九十以上 全是在不同的我的说话当中是剪辑的 和找演员来剪辑的 我再说一遍 九十以上 全部都是演员演的和剪辑的 和用这个软件音频来做的 如果连这点我们都有判断能力的话 我们还要搞什么民运 还乱云啊 民运啊 都不可能了 我再说一遍 这是不是真的 这是假的 第三个现在是关于现在网上传说的 很多说那个跟那个美国前 国土部长啊 国土部长 不是什么国防部长 Jane Jensen Jay Johnson的Jay Johnson的这个对话 我再告诉大家 那个录音是王彦平 当时进来 王彦平女士进来 我的助理啊 他现在王彦平还在我这工作 我再重申 王彦平还在我这工作 没有离开 就在这里工作 OK 王彦平在这工作 那天来这个我们见面的时候 只是他的手机过去倒水的时候 因为他的手机一直在被监听状态 王彦平的七个手机 七个手机 全部被直击24小时监控 他们拿到了他一部分的那个生活中的录音 再进行了编辑造假 所以那天的那个录音 是王彦平手机被监听被监控的根本 这是为什么所有的你们听到的 百分之百的录音就来自一个地方 王彦平 王彦平的手机是被监听的 而且王彦平的语音是被剪辑的 然后找了我一个这个音频的软件 来磨制我的录音 这是大家为什么只能听其声 未闻其人 嬉拼乱奏 再一个我要终身 余勇女士早在一年半以前就不在我这工作了 而且余勇女士已经身为美国人了 她根本不可能 那都是假的 王彦平女士继续在我这工作 然后那个马瑞 马瑞的叫马瑞的 从在一年半以前 因为在我们公司 因为她在伦敦 这个诗字的平常就录音 然后上约炮网站 约炮网站 而且撒谎 偷钱 骗钱 而且呢最后是让我们让她离开了 离开以后 我们因为我离开前 我们发现了这个马瑞呢 是和专案主有联系的 已经被蓝金黄了 所以我们让她离开了 最后她又跟这个专案主 怎么样炫害我 说什么 带有精子的裙子啊 什么什么 这个我喝多了 什么什么这个 意图强奸了 还找了什么律师了 做伪证 最后她是大使馆把她给弄回去了 这个女孩是有神经病的 未来我们会把她这个女孩的这个 所有的神经病的 当时的情况 还有上约炮网站的情况 和专案主造国贼们 涮害文贵的情况都会公布 所以说 关于这仨主理是第三件事情 第四件事情 关于签证 完全是胡说八道 大家看看三年前 他们说我在美国打电话到法拉盛 这是史诺说的啊 两年半前 史诺造谣说我打电话 给这么一个法拉盛的律师 说我要寻求政治避难 大家如果再相信他们这种话 那就咱们的智商就是被他给强奸了 怎么可能文贵这样的智商 这样的财力有签证的问题呢 在美国这个地方 只要你举一举手 只要你任何一个行动 法律都是保护你了 怎么可能有签证问题呢 是这些盗国贼养的这些海外的这些 真的是蓝金黄那些猪们 在骗他们一把一把骗他们的钱 说郭文贵这有问题了 那有问题了 5月份有问题 7月份有问题 8月份有问题 10月份有问题 就是说哎你看有问题了 郭文贵得得离开这儿 然后专案主那些领导们 啥也不懂就给他们钱 就是骗他们 从此能看得出来 盗国贼们的智商非常非常的低 对国际的认知简直是零 所以说你看他们过去三年来 对文贵获得的不完整的和虚假的信息 导致了他们一次一次的误判 导致了他们一次一次的对文贵 小看郭文贵 误判郭文贵 导致了今天这种灾难的局面 这就是我们所有的国内的领导们 和盗国人们坐在中国那把椅子上 认为天下都是他的 认为天下没他不懂的事 所有给钱的信息都是准确的 他在骗全国人民的时候 他没想到他被这些小流氓们 被这些石诺们 博士们 还有这个什么癞蛤蟆里们 夏之窗们 张之窗的人给骗 所以说我们整个中国 啥都是假的 就一样是真的 骗的是真的 所以说你想想 现在我们国内这么大的一个组织 竟然雇用水军五毛来 妖言无害文贵 瞪着眼说瞎话 全人类都知道海航咋回事了 还说我爆料都是假的 你说瞪着眼说假能说到这种程度 已经到了可耻不可理喻的程度了 还在这说呢 这些五毛们 你对你的列祖列宗如何之交代呀 如何之交代呀 郭文贵说的马云 郭文贵说的那些老板 哪个没发生 哪个没发生啊 这些人的下场 我说的怎么样 我讲的怎么样 现在大家看一看 我讲过的是 讲过的话 哪件不是真的 而这些流氓们讲哪个是真的 所以签证的问题 你看他们的造谣 大家不要再信这些了 咱走着看 这些造谣者们 你看看谁会进监狱 咱进美国的监狱让你 走着看 伯逊 韦石 史诺 癞蛤蟆里 还有这个夏夜梁 你要能在美国都呆舒服了 郭文贵我再在美国大街上 谁见了都有权利透我一脸 谁都有权利尿我一头 走着瞧 你锁吧你 还有那什么梁冠军 什么什么那个 什么看政啊 这些流氓下三滥 你看你会去向什么地方啊 就你那点智商 还在美国在这混呢 这不是你老家 这不是你老娘家 你想干嘛就干嘛呢 所以说这个首先我澄清了 签证的完全胡说八道 那个什么到那个班农网站上 哎呀咱那会发几个信息 发几个班农网站 然后的这个这个什么 Jensen Lee 我拜托了各位 咱们要怼一点基本的常识 如果美国像中国的公安派出所 像城管一样 想抓谁就抓谁 像黄月的小手啊 摸一摸谁谁就给权利 那不叫美利坚了 那就不叫美利坚了 知道了吗 那就真正的叫第二香港了 知道了吗 那就是香港特区了 就美利坚特区了 怎么可能啊 在美国这种地方 司法国家 所有的朋友们 不要被那些流氓律师所骗了 任何人想 只要你有钱 只要你有政治理由 只要你有一点智商 在美国的地方 有将近三千万非法移民 最后都获得了这合法身份 这里将近有八百万政治的迫害者 都拿到了这个这个政治的保护 政治避难和政治庇护 这里将近三分之一的人是新移民 都是合法的身份 只要你劳动 只要你有这个不犯罪 在这个国家 你是完全受到保护的 不要上任何人的当 不要受任何人的欺骗 在这个国家得到签证 完全不要被某些人 某些组织给垄断 给骗了 更不要被流氓律师 吓唬你给骗了 在美国这地方 就是民主自由 有法治 民主自由法 这是为什么我们要尊重这个国家 要爱这个国家 而我们为什么要做感恩节 我们一定会做感恩节的 我再次重申 这是刚才说的签证没了 那个王雁平还在这工作 人家那个余佑女士早不在我这工作了 那个马蕊是个黑蓝金黄的代表 这个意图耍流氓 就搞这个超限战人之一 这都是假的了 然后呢 我再说的是第五个问题 现在网上这个很多人打着我的名义 打着我的名义 去募捐 说代表文贵沟通 我在此重申 任何人不能代表郭文贵 包括推特党 我只是支持者 我不参与 现在保盛先生 推特筹委会 我是支持者 我绝对不是角色者 我永远不会参与任何组织 永远不会组建任何党 所以说 任何人也不能代表我 我再次重申 任何人不能代表我 这个任何人也不能代表我去说话 现在太多人代表我说 包括现在 我听说这个成立什么民主党大会 什么党大会 我再次重申 任何靠捐款 任何靠捐款的党和组织和会议 我都不参加 不但不参加 我认为这是完全不对的 现在我们的民运 我和这个前两天 我和一个老领导 这个刚刚从北台河回来 这个我问他 他对海外的这个民运方面 我说我文贵现在都快在江湖上 又有影响力了 我也可以这个真正的搞一些民主自由法治 为什么不能支持我呢 老领导说句话什么民运呢 什么叫那叫乱运 我一听我这脑子嗡下的 我这领导怎么这么说话呀 我们怎么成乱运了呀 我们海外多少精英了 他说你这个太天真了 这都是乱运 不值得一提 你还说什么蓝金黄 他们根本不配蓝金黄 蓝金黄那是对台湾的香港的 和海外的那有势力的 对这个乱运是不适合的 你说混到啥程度了 所有咱们海外啊 某些人哪一辈子28年就是搞捐款 我这个唐博侨先生你别说多了啊 我可不是管说你啊 我这别一说就是唐博侨 就把我往唐博侨先生那儿推 所有人都搞捐款 捐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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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募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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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很可怕的 而且这个这几天来很多推手说 顾先生有人说这个你支持他呀 我们要捐钱呢 我再告诉你 我任何人不能代表我 我反对任何以募捐的形式去搞所谓的 民运也好乱运也好 这个千万不要再搞了 我重申我任何人不能代表我 我不支持任何所谓的靠募捐的民主民运法制组织 这是第五个 第六条我要在这重申的 希望大家一定要明白的啊 我已经多次说过了 滕彪啊 所谓的乱伦啊 这个说我乱伦啊 这个我不知道这个滕彪先生 作为一个律师 人权律师 他对乱伦咋那么感兴趣 我到现在我也没看他的篇文章 我像天发誓没看篇文章 我对我的律师都看了啊 这个我的律师团队正在做助理 然后呢我只是看了一个 他们给我看那个滕彪先生的脑型 那个头型 我觉得滕彪先生的头型有点乱 有点乱伦的产物的那个象征 上面尖啊 然后这样大 基本乱伦的特征基本是那样 后来我才了解这个 这个家伙在北京的时候 被警察打的打的在地上磕头 到处磕头 精神错乱精神错乱 所以这个人脑子是有问题的 关于这个这个这个家伙的呃 误宣啊 放心 我再次向所有推友承诺 一定会采取措施 他只要不公开道歉 跟他没完啊 跟他没完 你放心 这个叫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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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标的啊 这是第六个问题啊 这个乱伦的事情绝对不能拉倒 绝不能完 第七个问题 所有的推友们 现在是网上一片 大家都看到了 都在讲这个香港的事情 还有这个很多人 香港的律师在发函问我 香港的立法会的 所有你们寄给我的信 我都收到了 关于我的同事 被绑架回大陆的事情 你们很关心 我真的很佩服香港的民主法治精神 真的是太严肃了 包括那些媒体要采访的 我再次重申啊 那位女士就是她们造谣的 造谣的一个女士之一 而且这位女士是在香港 在这个我当时做的节目说的 先以这个 起诉她是说 涉嫌郭文贵2600亿 诈骗自己300亿 然后拒捕她 后来我们拿300万港币现金 保释她 在五天以后 用移民局以她涉嫌提供 虚假资料为名 把她给逮捕 逮捕以后不到24小时 然后这个人就消失了 回大陆了 回大陆了啊 千万记住 香港和大陆是没有遣返协议的 任何形式回大陆 它绝对是不合法的 它是对整个的香港的一国两制是巨大的伤害 现在呢这个我们跟这个本人也联络不上 家人也在找我们 我们也找不上 所以香港的立法会的同志和香港的律师界 还有香港的关系这事朋友们 你们寄来的信和你们找律师给我联络的 包括发来的信息我都收到了 现在文贵无可奉告 正在据我所知啊 他所牵连的基金合伙人 还有他的家人 还有这个他的这个债主方 正在香港可能近期一周内 会有两到三个新闻发布会会即开 到那时候你们往那看去吧 文贵在这就不多说了 所以说这是第七个问题 我在这澄清 这个人是我的合作伙伴 曾经是我员工是我合作伙伴 现在没有那么多事情 无可奉告啊 乱伦彪 吉林人民太好了 文贵爆料也是为钱 哈哈哈哈 为钱 朋友们 任何一个人要拿着自己全家的生命 1200亿 海外280亿美元 拿着一个40多岁的未来的前途 去弄钱去 这个生意实在是成本太高了 朋友们说这话的人不长人心 不长良心哪 谁想干这事啊 谁愿冒这些 14亿人民 有人一个人敢站着向文贵说句真话的吗 文贵讲过的话当中 万分之一的真话 有一个人敢站出来讲讲吗 被蓝金黄的 被强奸的 被轮奸的 被抢夺家产的 谁敢站出来说一句 为了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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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乱轮标可能是为了钱 乱轮标 乱轮标 然后再一个是今天第八个问题 这个曾经 曾经这个有这个网上的这个支持我的推友 让我帮转发了一个软件 转发软件 我也转发了 我这人反正推友怎么命令我怎么听 我尊重推友大家都知道 我是推友这个 如我的老板 那么现在呢 我得到了正确的绝对的信息 就是现在大家推友们要注意 那个免费的新鲜的 所谓的翻墙软件 务必小心 就是我转推的其中一个软件 是浙江安全厅和上海安全局 开发的一个软件 这个开发的本体是咱们总参三部的 这个三部的开发软件有什么简单呢 只要你点击 你手机的信息百分之百都被拿走 现在使用这些软件的在哪呢 第一个就是博讯 就博讯有七千多万次的点击量的人 你所有的手机都被拿走了 只要你进博讯网站 只要你用史诺的推特 只要你用这个 这个赖哈玛里的推特 只要你点击它 你就所有信息全被拿走 所有的 所有的 我可以在这负法律责任 如果谁有本事可以来挑战我 谁有本事可以挑战我 这个软 所有这些翻墙软件 现在网上一再的推的那个软件 我都忘掉什么名字了 是国内的很多推友被抓的原因 很多推友被抓的原因 大家务必小心 小心使用的软件 我真不记得远日明了 是一个红色的拳头 红色的拳头 大概在三四周前吧 转推很夸张 这个第八个成情千万注意 我给大家警告 第九个问题 现在大家一定要记住 整个我们现在 那个网上有个叫福瑞德木的 福瑞德木的小伙子 出现了那个 那个那个 还有一个 那个机场的小颂啊 还有什么什么什么笼子啊 现在只让他们说 我让他们说 史诺 还有韦史 赖哈曼 李们 还有这个胡舒里 这个女人们 让他们随便讲 让RPLG 这个这个 这个 这个情报部啊 继续发 让他们都讲完 我在推友这记住 他们讲的百分之百全是假的 我和福瑞德木从不认识 我和他所有的通话 百分之百都是用WhatsApp 我会把这个WhatsApp 我交给推特筹委会 我先认证完以后 推特筹委会 会把我的这个手机上和福瑞德木的 所有的语音 编程文字 编程视频 音频 给你们放到公共设施上来 公共媒体上来 让大家一下 好好看一看 到底福瑞德木这个谎言有多可怕 他是大家不要恨他啊 他是被枪毙着的 他已经被抓走了 我听说他家里人都被抓走了 全家被收了 银行的账权查封了 所有的有良知的人请问问 福瑞德木就是一个孩子 在网上看到了文贵爆料 帮助我提供的资料 我提供他的资料 然后人家只是用专业给做了一个视频 那个框架结构 当时他说不要钱 我问你要不要钱 我就绝对不让你做了 任何一个推友 结果呢 他说那你给我这个三千两千都行 我给你五千 做一次五千 他大概做了五六次吧 做完以后后来我说这孩子做得不错 我就告诉那个助理说加一倍 一万 大概这孩子赚了也就是六七万七八万块钱 人家招谁惹谁了 你不去查海航去 你不去查陈锋 你不去查姚庆 你不去查冠军 你干嘛去查人家福瑞德木啊 你把人家给公布出来 而且拿枪逼着他 让他失去自由 让他去说假话 你说这是多么疯狂的事情 多么微 简直是龌龊的事情啊 所以说我看到那个福瑞德木出来以后 简直是天下没有真理了 太过分了 这哪是政府啊 这简直流氓都不能这样啊 所以说大家要记住的话 福瑞德木那孩子是冤枉的 是被抓的 失去自由的 他是被执法的 被邮接的 但事实完全是不对的 跟他放的音频和视频 完全是不对的 明白了吗 最后一条第十条 我想大家今天要再次的要重申的啊 发自内心的 发自内心的 记住 文贵 我追求的就是郭七条 任何人千万不要想着文贵会做出郭七条之外的事情 那是不现实的 我不会做的 也不要这么期待我 也不要把我推那边去 凡是那所有的什么砸锅呀 什么什么修锅呀 那都是无知至极 你去砸着国内的副科长 你敢砸着去 砸锅干嘛 你修锅干嘛 你有本事砸着那副科长 你们家身边那有万亿美元的盗国贼 你咋不砸他去啊 这都是脑子有问题的 这就是像那个 那个谢建成 那个整解铺 这种流氓 还有梁管局 这种流氓啊 这种流氓 啊他妈不找盗国贼要嫌疑 那觉得郭文贵好欺负啊 威胁威胁郭文贵 郭文贵就给你钱了 你看看威胁我的有一个好下场的吗 你觉得我们是草根 你觉得我们没有权力 我们手里没有枪 我们不会耍流氓啊 我们没有大炮 我们不会让你游击啊 我们不会那个拿刀子捅你 所以你就威胁我们 然后呢 你不敢修理盗国贼 你修理郭文贵 你修理郭文贵 你牛了 你成英雄了 这都是耍流氓 这都是捡软柿子捏 这就是因为文贵是草根 我是老百姓 我爹是政治局委员 吓死你敢吗 我爹是政法委书记 你敢吗 这不很简单的道理吗 所有这些人所谓修锅砸锅 还有梁宽君 什么勘政 还有谢建生 郑介普 就因为文贵是草根 很多人没看明白这个关键 为啥的 大家记着招待会都说 郑介普我不欠他钱 我跟他哪门子有关系啊 怎么可能啊 你跟IBM北京有生意 IBM给你有官司 你跑着人家微软去给人家要钱去 这不是胡扯八蛋的事吗 跟我什么国也不认识他们 为什么敢对我这样啊 就是因为他说他认为他认识警察 他认识那个交错警察 可以抓文贵 郑介普给他许诺 你说郑介普能卖航空母舰 猪都不得相信 他买航空母舰 他除了去玩他老丈母娘 玩他小姨子 他就玩他的女儿 把他女儿都给睡了 郑介普 他除了玩这子 他啥都不会玩 我说这话都是负责任的 为啥郑介普的女儿去告诉去 因为他跟别人人家还剩下 晚上半夜人家女孩报警 郑介普为什么要定他 这个意图强奸又女罪啊 那个谢建生专门给人家公安找处女 他专门找处女他强奸 对不对啊 为啥他不敢回交错呀 这俩是17年的同级犯 10年的同级犯 多次犯罪 还跑来来告郭文贵来了 就他找了几个警察来威胁郭文贵 你看看啊 谢建生跟郑介普有解宽合同 卖航空母舰 你诸多能相信他能买航空母舰 你看他长那个样 你为他航空母舰啥样 他知道不知道 所以说 大家在这种荒唐的 荒唐的游戏里面 忘掉了海航 忘掉了陈锋 现在全对着郭文贵来了 你砸什么锅 修什么锅 你去砸着他们去 所以说这个天下 大家看到的本质 为什么敢造文贵的谣啊 文贵要求真理 文贵就霸佬 文贵要求个说法 文贵就耍流氓 文贵要求个真相 求个公平 那文贵就是太过分了 他们杀人 杀人 杀人 抢钱 强奸 轮奸 一玩四代 没事儿 这连正劲谱都要玩航空母舰了 连歇剪神都要搞航空母舰 你说他哪个 他哪个饭都吃不上的人 结果对着郭文贵来 还跑我楼下 哎呀哎呀哎呀 跑这 这花钱买了几个难民 五十块一开始人家的难民说呀 给我们一百块钱一天 后来耍流氓了 一百块钱一星期最后人家不来了 然后现在请的每天晚上 这个下班的时候给员工三十美金到那去 亮亮牌子 然后大家抗议抗议 叫喊上五分钟 然后下班回家了 就这种流氓 互相骗 互相耍流氓 这种低级庸俗 竟然变成了代表盗国贼国家的共权力来对付文贵 丢人现眼到了极点呢 丢人现眼到了极点 还不停止 还在这乱来呢 这十条 是文贵今天的澄清 澄清 我再次的希望啊 包括李洪宽先生 包括任何人在节目当中 不要引用 这些假的 这个盗国贼们 和这些流氓传伙们 被蓝金黄的人们的话 这容易像那乱伦彪一样 容易给乱伦彪借口 让乱伦彪在这个事上 会把这事情放大 把这个事情更加符合盗国贼那边去说 这是不好的 以恶传恶 我没问题 我这在谣言中长大的 没谣言 没有挑战 没有妖魔化 郭文贵活不了今天 我某种程度特别感激 但是我不希望跟我相关的人 插入在一起 竟然有人到白宫去 遣返郭文贵 你说这个愚蠢的行动 大家你们想想 才几个月大家都忘掉了 几个月以前竟然发动到白宫遣返郭文贵的事 然后现在到班农的网站下面在那块呼吁去 然后又拿着金江森的一个几分钟的通话 一个正常通话的胡说八道 然后说签证的问题 我再次重视 本郭文贵拿出任何一本护照 在这个国家可以住一千年 不是一百年 而且是最最高级的待遇 这帮愚蠢的脑子愚蠢的猪 就照这种谣去骗这些盗国贼们的钱 我们不要与他们的脚步为伍 不要跟着他们的脚步走 这是文贵今天所说的 乱轮 乱轮 我再给推友们说 文贵要干的事情永远不会停 谁挡不住 就是追求过几条 谁往百 现在很多人非要把郭文贵 要反皇帝 反习主席 那你去反去 你别跟我说 别在这会儿害郭文贵 反共 你去反去吧 推翻共产党你去推去 你推去 你伟大 你去推去 我说的那些老板啊他们惨得很 我告诉你 所有推友们在很 在很久以前 这个计划 私人企业家 国退 民进 那是胡说八道的 国进 民退 那是肯定的 基本上是 国进 民 基本上消失 现在很多私人企业家 不知道死活呢 我把我的义务 禁完了 有些人在那抱着幻想 有些人抱着幻想 抱起来 自我感觉良好 不管任何人都不要忘了 你的生命 不会超过三万六千天 你活不过一百年 今天能听到文贵说话的人 也没有任何人 可以几乎能活过 这个超过两万五千天的 基本上活过四十岁 一万多天 你还剩下一万多天 这个你还想着什么 万亿万万亿 然后你再活着命万岁万岁万万岁 然后 这个这个这个 还想着这个 做个黄椅 到北京还到天安门上 做个龙椅去 做梦的 那叫幻想 幻想可以 别拉着退友一起幻想 这很多人是幻想的 都精神有毛病 您知道吗 所有待在美国海外 欧洲的澳洲的朋友们 切记切记 要珍惜今天在海外的这个环境 要珍惜今天这个阳光 珍惜这些国家给我们提供的条件 我头两天 这个上海的我这两个律师来给我开会 他们下飞机的时候啊 都咳嗽 然后到了就是开第三天都不咳嗽了 然后他们在旅游了十几天 到了美国西部 回去以后 全部都住院了 全部都住院了 就十几天的差距 还是上海 就甭说北京了 就国内的污染 水污染 环境污染 跟西方这完全不是一回事 所以我们要珍惜感激 享受现在 上天给我们这个机会 十四亿人 有几个能到这来享受这种环境 你看我旁边的大公园 你看这蓝天白云 多漂亮啊 多漂亮啊 珍惜吧 谢谢澳门的朋友 我今天锻炼全身是水 赶快练 练完快跟你们说 因为有个推友说 你看 又挑战我这眼皮子了 十二点 我一看我心里不舒服了 这让推友们干嘛那么晚呢 我赶快练 练完以后 马上跑出来 滚滚滚的 放着我就开始拨 全身现在 你看我这全都是水 这裤兜子里全都是水 所以说今天我说完了 这几个澄清 这个几个几个标准 希望这个推友们 别被他们说 蛊惑 然后呢 一切都是刚刚开始 别着急 我说过要报谁料的事情 大家记着啊 记着 没那么简单啊 没那么简单 这个 大家别着急 相信我 我的妈呀 这么多呀 哦 天呐 天呐 大家 你们这上面看的是 4.3k 我这块 我这块显示的 一个是1.3 一个是7.3 我今天就播到这了 这个国内的朋友 让大家抓紧睡觉 休息啊 不要熬夜 文贵 向大家抱歉 这个晚了 我这块这个圆 不是防弹的 是一个秀的鹰 秀的鹰 是这个品牌 这个料子特别舒服 你看这料子 特别特别舒服啊 我说的十条 向大家说完了 所有的推友们 文贵万分感激 所有推友对我的支持 对我的关注 然后呢 文贵要做的事情 一切都不要给我平衡 好坏 给我三年 给我三年时间 三年 最后一天 以前你说的都不算数 我都不听 那天到了时间了 他说 哎 给文贵做个评价了 那个时候 文贵会完全接受啊 这是我 就像我 我盖郁达的时候 河南任命说了 你不可能盖去河南郁达 没听说过 还盖中院副手 这个别孙 咱这骗人了啊 别孙把我骂的一塌糊涂 后来河南郁达 中院副手 在那个年代 那时候没有马云 也没有王健林 是全中国全世界最牛的楼 到今天全世界 放的楼 到北京发展盘古的时候 政权 就北京大家知道说了 河南骗子 六十多岁了 普通话都不可以说 还装他妈的美国人 大家哄哄大笑 后来我从刘志华那块说 刘志华说 你要把这楼盖起来 我怎么着怎么着 王健林先生说 你要把这楼拿过来 我给你什么千亿赌博消失了 最后盘古大观 我在三百多天盖起来了 金泉广场也三百多天盖起来了 一百四十万平方米 这个当时中央最高领导 说郭文贵能三百多天 能把盘古盖起来 没在奥运会之前 变成一个黑楼 就凭这一点 这个家伙 是真真正正的 不一般的人 确实有爱国之心 确实有民族之爱民族之心 这个人应该扶持 这个人我可以说是胡锦涛先生说的 胡锦涛同志说的 给我很高的评价很高的评价 所以说我当时就说 我说您不要对我有评价 8月8号以前的评价 大家知道我7月份我酒店就开业了 盘古酒店就开业了 260天开了一个超级的七星级饭店 虽然我不是那么完美 但是我创造了奇迹 就像我现在大家的承诺一样 三年三年咱看结果 好吧 这个别听了 现在我海外咱们这个各种组织 各种党派太多了 我求救所有的党派 所有组织 你们我不求你们帮我 你们也别提文贵 我自己干我自己的 我就和推友们 就会去追求我们的喜马拉雅 追求我们的理想 你们别也砸锅 也别修锅 你们也别说就立了你们不能活 文贵想干啥事 从来不在乎别人怎么看 从来不指望别人帮我 因为这个事情 指望别人帮他本身就是失败的 然后呢 跟宝胜先生主持的宗教节目 语音没好 确实没那么明白 但是我觉得非常开心 折期我会和这个宝胜先生 再搞一期 好吧 这个很多人我一讲宗教 哎呀下面骂我 一个小中学没毕业的 还讲宗教 然后那个那个 你讲宗教怎么怎么不行 汉代怎么就有伊斯兰了 所有的推友们你们记住 这个人类上最大的就是这个无知 叫什么傲慢 贪嗔吃慢那个慢 贪嗔吃还有个慢 傲慢 傲慢 傲慢是人类上最大的执着中的最大的这个毛病 是人类的毛病 什么知识的傲慢 权力的傲慢 金钱的傲慢 名义的傲慢 所有这些东西 在一定的时空内一定条件下也存在 经过某种条件 你就像那个水被放一千顿都会被蒸发 你都是假的 如果任何一个宗教容纳不了别人的批评 还分高低他就不叫宗教他叫邪教 宗教和信仰完全两回事 别把这给整歪歪了 任何人都无权力来批评别人不懂宗教 凡是什么方丈啊老和尚啊牧师啊阿哄啊 一讲人家宗教在那块傲慢 就知道你没全人讲 这些人连狗都不是 甭说做牧师了 他起码的宗教都不懂 任何上天之灵 无论是拯救你的 信他的跟他的 还是给你看空的 任何情况都是一地方 人 任何一个人都值得尊敬 都必须有博爱 有慈悲 有欢喜 要有信 要有尊 所以说凡是任何人讲宗教 哎呀有人说我不爱听他的 他听得我不服 你有你的想法 什么叫宗教 什么叫信仰 信仰就是你内心世界的大法 天法 就这么简单 你谁也无权力去推翻任何人 谁都有权利讲宗教讲信仰 任何东西都不能被垄断被统治 这是起码的常理 真是诸恶莫作呀 诸恶莫作呀 不要妄语呀 看到有些人这种狂傲傲慢 这是共产主义所有地区的人民 都有一个毛病 爱批判别人 爱说坏话 爱瞧不起别人 自以为是 在民主主国家绝大多数不妄语 接受别人各种观点 然后去尊重别人的各种想法 这是完全不同 这不仅仅是言论自由的问题 这是一个人的基本的人权 是一个人基本的品质 中国学校叫的全是妖言魔语 妖言魔语啊 比如说那个雷锋那个说 毫不利己专门利人 宗教里边也叫利他 但是没有任何人说 你忘掉自己再去利他的 那是胡说八道的 所以说听起来好像有理 实际绝对是骗子 乌托邦嘛 咱就不多说了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假宗教 伪宗教 搞包装 理想搞包装 宗教搞包装 信仰搞包装 那就是人类的灾难了 万里无垠万里天 千江有水千江月 然后不管你是你能修行长生 还是说你能有轮回 这个诸恶魔作 因为有轮回你就有惧怕 有惧怕你就有轮回 你就不敢作恶 还是说你到了上天到阿拉那去 怕阿拉不收你 还是说耶稣来救你的时候 不救你 你不能不让你重生 所有这些原因都告诉你不要作恶 只要是人类之间只有一条是对的 善恶之分 其他没有黑白没有对错 任何讲对错讲黑白 以自己之标准衡量别人全都是无知 只有一点善恶是统一的 像那个乱伦彪那是大恶 连地狱他都去不了 估计连牛连猪他都搓成不了 好 好了 谢谢了 谢谢了 这个我就不说了 这个我这还要开会去 还要开会 我这全身水啊 有点凉现在的 哗哗的风吹过来了 非常高兴啊 非常高兴 谢谢所有的推友们 你们的关心 你们的关注 你们的支持 一切都是刚刚开始 祝大家有一个好的周末 国内的朋友有一个好梦 在美洲的朋友有一个好的周末 谢谢 谢谢